可这事吧 这事真不能全怪白韶 我这么跟你说吧 白韶之前呢 出过一个男朋友 都谈了好几年了 都要结婚了 可结果 那男的 一句话都没留就走了 这事对白韶打击特别大 到现在都缓不过来 所以他不愿意谈恋爱 不想结婚 其实他是个特别好的孩子啊 谁对他好 他就加倍对人家好 恨不得把心都拔出来 就是没遇到好人 他那些不靠谱的想法 就是那混小子给刺激的 当时啊 他一会儿说要什么 辞职去环游世界 一会儿要学什么印度派 这白叔 印象派 对 那个什么什么印象派 我也是没有办法 怕他想不开才扣他证件的 我说小路啊 你呀要是真心喜欢他 你就看他白叔的面 都包容包容他 咱们男人吧 这个度量大一点是吧 白叔 其实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哎呀你小子别谦虚 我老白这一辈子啊 看人是不会错的 哎呀我吧 我就是说不上来 为什么 我觉得你们俩 你们俩其实挺像的知道吗 是挺像的 都向往自由 自由 白叔 听你刚刚说 白嫂在感情上并不顺利 嗯 但我相信 她认真对待是没有遗憾的 可是呢 我觉得白嫂现在 有她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什么呀 辞职游学吗 这哪成啊 万一出了什么事 那我这张脸怎么去见她妈呀 但白叔都可以出国留学 白嫂为什么不可以呢 那不一样 唉 我告诉你啊 白嫂身体不好 小时候就凭学 小时候 在学校里运过好几回呢 她自个儿不当回事 那她到外面去 得有人看着管着 要不然不行 我怕就是想着 她是结婚了 哎 也有个人替我照顾着 那以后她到哪儿去 我们也就放心了嘛 可她偏偏就 哎呀 我老白呀 这辈子也不求什么 我就是巴望着 我这些女儿们都好 只要她们好了 嘿 我也就好了 哎呀 你说是不是 是 是 说的也是 那你这 不会和她分手吧 我就知道你小子行啊 我现在是越来越了解你的 真是说不出口啊 爸 你回来了 嗯 你们聊得怎么样啊 小璐说了 她原谅你 不跟你一拍两散了 什么 她什么意思啊 她什么意思啊 少啊 你这脾气我能不了解吗 我都跟你家小璐谈好了 她也认为说 很珍惜你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啊 少 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 找个好人不容易啊 爸 他 小璐挺好的 人长得有精神 又能包容你 而且会得又多 你看 玩着都能挣钱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脑子好使 你跟着她 绝对不会吃苦的 再看看你啊 看看你都是什么样 跟人处了那么久了 被我逼得没辙了 才带来见我 人家当了面也跟你求婚了 你也答应了 现在好了 又谈什么分手 别说小璐了 我都生气了 爸 那如果她 没有如果 我就是要看你们结婚 我才去美国 少啊 您要体会老爸的心情 我就是想看你们三姐妹好 那我才能踏踏实实 安心去美国 就这么决定了 到了美国 这不刚好 可以见下小璐的父母 好 二丫头 那个 我来给石头他们送点吃的 你看日拖的家长天天来接孩子 咱这拖的也不是后娘养的呀 那孩子长身体呢 得吃点好的 这谁停的车呀 谁 谁停的 真没素质 不是 你赶时间吧 要不我送你 不用 那个 车主应该马上就过来了吧 现在 现在可是晚高峰 也不好打车 我车就到门口了 我送你吧 到了 谢谢了 那我去吧